神中课 神中课 经历基督的真实 今天来到这一篇10月29日 《你生气了吗?》 全新节记载在《创世纪》4章6至8节 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为什么发怒呢? 你为什么变了念识呢? 你若走得好,喜不蒙月纳 你若走得不好,醉就伏在门前 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该人与他兄弟亚伯说话 二人正在田间 该人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牧师牧师,你看看 你看看那些人为了外言带了些什么来 沙拉他很生气地质问 我就在教会地下室的厨房附近被他拦住 他们带鱼啊 是啊,他们都挺慷慨的 你不觉得什么沙拉? 沙拉口中的他们 是刚刚加入我们教会的新教友 他们听说外言是吃素的 于是就决定准备鱼 因为有些人觉得鱼不算鱼 但是沙拉完全没有被说服 即使我是很温和地回应了他也好 我们绝对不能坐视不理的 他仍然很坚持 沙拉,我觉得没有这样的必要 你绝对有权选择不吃 但是不应该针对这件事多说话 但是沙拉他并没有退让的意思 仍然坚持吃鱼系大罪 于是我就给他看 是《勞加福音》24章42-43节的经文 里面写到耶稣在复活之后有吃过鱼 结果他就估了抛衰,走了 去找一个比较理解他想法的人 大概是觉得我这个人真是无弱可救 一点原则都没有 我经常都没办法理解 为什么有些人看到别人的行为 会觉得自己受到冒犯呢? 别人的眼睛吃什么? 你又有什么好生气? 我说我真是很不明白 如果是有一样东西你不吃的 别人又硬监你吃 你生气我都还可以理解 但是我现在说的是 在别人丝毫不影响你的情况之下所发生的 其实真的不是很说得通的 唯一的解释就是 那个本身生气的人有问题 那个人他没有凭着信心献上祭物 于是上帝拒绝接受 他为这件事觉得好生气 不过他生气的不单是上帝 还迁怒了他的弟弟阿伯 甚至把他拆掉 阿伯就这样就没了命了 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些什么 而是因为该隐自己心里出了问题 或者当我们发现到别人做了某件事 尽管和自己无关也好 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被冒犯了的一样 在这个时候 我们很应该检视一下自己的熟灵状态 我的观察是 那些总是觉得别人冒犯他的人 往往是因为自己的熟灵健康出了问题 心里面才会觉得不舒服 却是自己不觉得 将自己的不舒服怪罪于其他人 其实我们每个人要面对的问题已经够多 实在没有这个的行情兴致去吊住人家尾 更何况为了别人违反健康原則而发火 累积的闷气对自己健康所造成的伤害 远远超出别人乱食物对你所造成的伤害 好了 今天神中火的时间就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 欢迎再次收听